因为我自己是上海的 天津地义要为自己家乡球队的服务 当然服务的力度大于小 是可能人家球队自己本身需要 我也不能去强求别的 作为我自己来说 其实某种程度也是告诫 任何一个区域的球员 你最起码这种职业道德和这种忠诚度 尤其是为自己家乡的这种球队 有的虽然不是家乡 但是他就是从这儿出道 没错 他必须要回去 对 就像柯比 柯比其实不是洛杉矶人 但是他就从小就在胡人队打球 他去世那天正好是格兰美颁奖 我是要去参加格兰美颁奖 但是在同一个地方自探普斯球场 对对 结果到了那本来要参加格兰美奖 我就早到一点 就哇 看着球迷 就是因为这个忠诚 大家都把你当成洛杉矶人 是的 其实从一个人身上 其实反映出很多细小的一些东西 是一个有传承的东西 要告诫这些球员 知道当时水晶工 他有合同上里面就写着 你不管怎么样 不利于俱乐部的话 和不利于俱乐部的事情 就不能做的 水晶工你肯定要表感情了 是吧 因为你第一个走出去 是的 第一个走出去的 当时你也知道 对 我去看你 叫我们去转会 对 我们都不会转会 你甚至哪怕全部给我们 也没关系 但是后来当然全部去解决了 这个是作为我来说 你必须要让一些年轻的球员 职业球员要知道 对于俱乐部的一个忠诚 那你在干什么呢 整天 是九岁的 你怎么整天还在混啊 谁给你时间啊 那咋 也是大家热爱这个俱乐部 热爱这球员的重要原因 就像你也是 这个上海这个球队 虽然我只是从咱们专业 转化到职业以后 我只是效力四五个赛季 我就走了 对吧 一直发展到现在 我只知道是上海养育 上海的这些球迷 乃至全国的球迷 给予你社会的这个地位 我们大家知道 你首先是因为国家队主力 那肯定是因为这五号 真是这个国家队也不用说 真是一个美好的会 我只要是上海养股的 上海养股的 帮助 这次我看着你 在这一步的